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本视频将为您介绍 尔湾迦南基督教会 今年所支持在南苏丹的宣教事工 James Nikamuss是地级事工南苏丹的负责人 他领受神的呼召带领65位全职宣教士 正在南苏丹极度危险的 魏德之民部落中传讲神的福音 Nikamuss所接触的第一个魏德之民部落 被称作Kachapo 这个部落的人从小会在嘴唇上戴上环 使自己变丑 以避免被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奴隶贩子贩卖 宣教士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也经常被当地士兵或部落攻击 并面临很多疾病 如虐疾、麻疹、毒蛇等威胁和挑战 在过去的十年中 地级事工拆派的Nikamuss和他的团队 用生命建起了坚固的桥梁 将福音传递到南苏丹最黑暗的角落中 图片中的部落名叫Taus 也称为被遗忘的部落 因为这个部落的人们生活极其贫苦 部落中最好的住所如图片所示 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有塑料覆盖 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 部落的小孩子们甚至会使用空子蛋壳 作为安抚奶嘴 十年之后 尼卡牧师和童工们在这里建立了孤儿院 并救助收养了一百个被遗弃的孤儿 一百个生命在这里被神的爱转变了 这些孩子们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 就开始唱诗赞美神 宣教师们后来又建立了一所学校 有一千位孩子在学校中接受福音 接受教育 生命发生了翻转 尼卡牧师一直不断寻求神 带领他们进入新的部落中 图片中是他们所接触的 第三个未得知名部落 Taposa 部落中每个人都有四到五个妻子 每个妻子也有很多孩子 一开始接触这个部落的时候 部落首长说 之前所有来说要帮助我们的人 都最终以掠夺我们的妇女或孩子为结束 但尼卡牧师对他说 我们不会伤害这个部落 我们会用神的爱来爱他们 尼卡牧师和童工用生命见证 彰显了神的爱在他们当中 五年之后 这个部落的人也经历了生命的转变 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 在一个群星照亮的夜晚 这个部落的人们在夜空中一起聚会 敬拜神 另外 尼卡牧师团队也曾拔山涉水 步行六天到达一个名叫 Koma的偏远部落 这里的人活在属灵黑暗中 奴隶饭会从他们当中抢夺妇女儿童去贩卖 尼卡牧师致力于将充满盼望的福音信息 能够带到他们当中 感谢神 他使用尼卡牧师团队正在偏远村庄中 向当地人展现神的爱 并积极帮助那些被持续的内战和贫困所摧残的人们 目前尼卡牧师团队已在当地建立两个由苏丹本地人管理的教会 一个是在Narus 他所建立的教会在当地的学校聚会 为所有学生 他们的家庭和周边社区的人提供了接触神话语和团契的机会 另一个是在Lolim 所建立教会在医疗诊所聚会 因为在南苏丹偏远地区 很多人都死于可预防和治疗的疾病 去年爆发的麻疹疫情中 就有一百多位孩子死于这场灾难 尼卡牧师和他的同工们借着诊所 为各地的魏德之民提供了救命的医疗护理 他们所做的医疗施工 在树下进行了十年的简陋护理之后 现在终于有了一家正式的诊所 许多人为了治病 步行数日而来 通过耶稣在医疗诊所内外的工作 我们看到当地人身体得医治 生命得拯救 灵魂得救赎 地极事工坚信 主耶稣是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 他们存在的目的 就是向那些偏远地区 从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人 分享耶稣救赎的好消息 并培养当地领袖建立教会 愿神的荣耀充满在南苏丹这片土地 愿神继续祝福尼卡牧师和他的同工们 带领更多在黑暗当中的百姓得见神的光 阿们 阿们